请欣赏相声学大鼓表演者何云伟 李晶 给您换一场 带着弦来的 什么毛病 瞧街坊 不冷少穿点 不冷 甭强调了 先来没事儿 下难好 先来没事儿 下难好 不冷 过门又来了 好有这个 不冷不冷接着拖呀 闲来没事下难好 这是怕您没听清楚 再唱一遍 往后听啊 老有这过门啊 还有后招把的呢 再拖就不剩什么了 闲来没事下难好 您甭等着了 他没有新鲜的 就这么一句 他要再唱出第二句来 我是茄子 瞧见了两只耗子 来摔跤 哈哈哈哈 茄子 您就等我这句呢是怎么着 您要是茄子也是长茄 您是圆茄 俩茄子 往后唱吧 瞧见了 两只耗子 两只耗子 来摔跤 难得一见的精神 这个大耗子扯住了 这个小耗子 这个小耗子 这个小耗子搂住了 大耗子的腰 字是多难拿 两只耗子 正摔跤 街南边 来了一只梨花猫 梨花猫 这个老猫 它是喵的喵的 不住的叫 大里大山的 走过去了 您若问这个老猫 为什么不把耗子来摇 就是啊 却原来是一只没有眼儿的虾猫 哎呀 这节目有什么意思 先来没事儿 下难好 啊 这段唱过一遍了 不一样 不一样 瞧见了 嗯 两只耗子 来摔跤 还是他们俩 这个大耗子扯住了 这个小耗子的腿 这个小耗子搂住了 大耗子的腰 二位没动 二位没动 两只耗子 正摔跤 哦 街北边 来了一只梨花猫 还真不一样 这个老猫 他这喵的喵的 喵的 不住的叫 大里大山的 他也走过去了 您若问这个老猫 为什么不把耗子来摇 就是 是 却原来是那只虾猫 又回来了 哎呀 行了 就别来这过门了 哎呀 弄一只虾猫裹什么乱 您知道我唱的 这叫什么吗 这个曲种啊 叫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 对 我唱的就是差一点了 您唱的好的是呢 您说这个曲艺当中吧 有很多的唱 哦 西河大鼓 木板大鼓 有 木板大鼓我唱的比较好 是啊 哎 就是京韵大鼓的前身 没错 也有叫窃大鼓的 哦 说话带有一点方言 有点窃味 河北省苍州一带 哎是了 啊这也不好来 哦 这么热吧啊 我学两句可以 可以吧 您唱唱 木板大鼓 嗯 一唱到这个味儿了 您来嘞 蹦蹦 蹦蹦蹦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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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二八 您先等一会儿 干嘛 这句是什么呀 哦解释一下啊 因为有方言嘛 是 说二八 哦 说二八 二八家人 二十二八多少啊 二八一十六啊 哎这姑娘十六岁 哦好岁数 哎 说二八 嗯 家人 好心交好 嗯 怎么怎么就 怎么怎么就 嗯 哎 哦 木板大鼓 大家常见的有一种大鼓 叫京东大鼓 代表人物叫董香坤 那是天津的老演员 工人曲一家 唱起来非常好 对 尤其是那段叫老来男 怎么叫老来男呢 为什么呀 就是劝人不能嫌人家老 人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唱起来有特点 尤其是这个扁腔 很难掌握 你唱这首歌 来来 老来男 老来男 全君别把那老人嫌 当初我嫌别人老啊 如今轮到了我的头前 那爱 怕夜长 北风寒 上风感冒 病来天 一到夜晚 是老年咳嗽喘哪 一到夜晚 我是大口大口的 秋年谈 那个 provincia 通年谈 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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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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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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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的亲人哪 救命啊 哎哟 还真够费劲的 这玩意儿唱起来太压抑了 就是 在文革期间 京东大古还是文艺界的清齐兵 站在前沿 看见什么唱什么 是 毛主席语录 经常唱 也能唱 有那么一段叫老三篇 唱起来很有意思 你能学吗 一唱就有共鸣 你给来来 你唱多这味 唱唱 老三篇 老三篇 是一切工作的方向盘 老三篇武装了人民头脑 老三篇变成了新三篇 要不然您哭出来得了 我有冤的是什么 我听这像喊冤的 这个唱的不是很好 都不好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窃贤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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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可没人唱了 太窃了 比窃大鼓还窃 那可不 用这方言演唱 可巧 今天我没带着三弦 您带着也不会弹 很遗憾 没带着三弦 是 这么着吧 用嘴学一学三弦的乐器 您学得蛮好 好吧 可以 我学一学 我唱这么一段窃贤子书 您来嘞 喝咣 对are you listen to me 也会 我唱 过来个灵光 一个灵光 这弦怎么又下去了 跑轴子 哎呀 跑得太厉害了 过来的灵光 一个灵光 过来的灵光 一个灵光 又上去了 出音了 哎 牙感探词 怎么你牙疼是怎么着 你缺钙呀 你怎么 我差点处这话筒上 我试一试思弦的高碍 哎呦 思弦嘛你就是 归类的灵光 一个灵光 归类的灵光 一个灵光 我要开诗了 开书了 我要眼试了 我要眼试了 我要领试了 我要表试了 我要探试了 昨天晚上 怎么样 我要领试了 这位好耍 归类的灵光 一个灵光 我就唱 我就唱的是啊 我就唱的是啊 唱的什么呀 先来抹事 出汤成喜 唱的什么呀 先来抹事 出汤成喜 先来抹事 出汤成喜 喘气 别憋死 谢谢各位 半情谢谢人家像话吗 我一个六块 一个六块 我门又来了 我就瞧见了 有一座小庙 它是新改的 瞧你一座庙 有一座小庙是新改的 在里边 没有僧来 没有道 那住着什么呀 在里边住着 三围幽泥 住着三泥骨 过门太轻 是一位师父 两个徒弟 一大两小 大徒弟今年十八岁 好岁数 二徒弟今年正十七 比那个还小一岁 就数这位老师父年高脉 打扮了新春 七十几 二十一 他岁数也不大呀 一个灵狂 一个灵狂 大徒弟名叫 人人爱 尼姑叫这名字 二徒弟名叫万人民 名字紧随着 就数这位老师父名字好 人送外号 叫什么呀 烂酸梨 这叫什么名字 这个灵狂 一个灵狂 这个大徒弟 养活一个白胖小 出事了不是 这个二徒弟 剩下一个胖闺女 他也不示弱 老师父一见有了气 骂生徒弟 不是个东西 该骂 这佛门本是清净地 闺女小子是哪来的 我有心手持着家法 将你们打 该打 打呀 打吧的 怎么回事 怎奈为师 也到了雨产期 他也生一个 他就都别唱了 怎么样那个 这叫什么节目 这是跟你父亲学的 跟我爸爸 跟你父亲学的 就学这节目 除了这个 很多节目都跟你父亲学的 还有什么 朋友们对李京的父亲不大熟悉 都不认识 李京的父亲 欧阳振华先生 你先等一会儿 还找出一父亲来 完页红练 那是杨康他爸爸 不是 我爸爸姓李 李老茄子 茄子 李老爷子 李老爷子 嗓子可喝了 好极了 尤其是曲艺方面 是 戏曲经常的教给我们 对 尤其是唱歌的方面 太行了 是歌是戏都能唱 流行歌曲 那是强项 对 不但你父亲喜欢唱 还有谁 你母亲也喜欢唱 老两口子 你母亲个儿可没你高 是 到我这儿 那可着实不高 比你可胖 横着宽 有你仨胖 那成坛子了 两个小短腿 没有那么短 就是那个肉 我都蹬蹬蹬蹬的 您就甭给形容了 大家都喜欢唱 是 前些日子嘛 老两口子 老两口子 闹矛盾了 拿点意见 你母亲一去之下呢 就回娘家了 是 四川峨眉山 而这个白阿姨啊 这一去啊 不不 您先等一会吧 我妈姓白 白 回四川峨眉山 峨眉山 那么那时候 还得有我一二姨等着呀 谁 小青 可能有吧 什么可能有啊 我妈是白素质 白纹针呢 白纹针 还纹字辈的 白纹针 你父亲在家里头啊 等着急了 那能不着急吗 找去了 是 到那啪啪一打门 门一开 你母亲出来了 是 出了一瞧 怎么样 这人认识 废话 自己丈夫能不认识吗 别的人家得说两句 是 你们家得唱 那习惯唱 因为喜欢唱嘛 对 尤其是你父亲 你父亲先唱的 怎么唱的 这是信号 一直你母亲 哦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个日 这个日子不好过 你信了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我爸爸要不唱花脸 简直都糟尽财了 嗓过好啊 太和灵了 你父亲这一唱啊 你母亲也要唱两句 那怎么唱啊 那肉都登愣登愣啊 您就甭给形容了 而且还是宰歌宰舞 哦 还跳呢 有意思极了 怎么唱的呀 确得 哦 这也是信号 你到我身边 哦 带来微笑 啊 同时 也带来了我的烦恼 我的心中 嗯 早已有个他 哦 他比你先多 这也倒了